历任的民选总统们 感谢你们把台湾价值一步一步传承下去 我的记者生涯横跨了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蔡英文等四位总统的任期 接着要面临赖清德的新人新政 我和他们一起走过台湾民主化的重要历程 从李登辉推动民主改革 到陈水扁完成政党轮替 再到马英九的两岸交流 以及蔡英文力推改革 赖清德将带领台湾一步步走向 更加民主自由的社会 我功逢其胜 我经历过新闻自由的考验 在威权时期我们禁若寒蝉 在民主化之后我们自由的发声 赖清德时代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 小军超文plus 520特别报道 我所认识的台湾总统们 历任总统的台上台下 我有第一手秘心 敬请准时收看 从2022年开始 为了确保台湾的造船造舰的稳定跟安全 我们集结产观学界的力量 推动船模试验在高雄扎根 今天这座多功能的国家传播实验室 在历经海委会和国海院 两年多的设计 以及盘点国内造船业 海军及海巡的造舰计划之后 即将开工动土 并且预计在2027年启用 目前国内虽然有四所大学 设有传播实验的水槽 但是都缺乏耐海性能 操纵性能 及回旋臂等试验 而这座我们即将冬土的这座实验室 完工之后将能补足这些补足 解决台湾新式船舰 尾由国外协助测试 所造成的生产 期程未定 资安问题的风险 那么更重要的是 这也让我们将最关键的船舰试验工作 留在台湾 更向世界宣示 我们全力发展 国舰 国造的决心 未来政府也会继续和 拥有船舶试验水槽 具备水下载具技术的大学 我们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 整合量能跟资源 提升台湾造舰的整体技术 这几年 我们大力推行国舰活造 和所需的建设 不仅满足台湾的国防需求 建构更具任性的战力 也带动了船舶设计 装备 材料 尊工以及检验维修等 国内产业链的发展 我要再次感谢海委会 国海委员 以及所有参与这项工程的伙伴 克服种种困难 协助台湾打造属于 自己的船舶实验室 台湾会继续经由海洋连接世界 我也期盼透过国建国造 我们一起坚守台湾的民主自由 也为国人打造一个更繁荣安全的国家 谢谢 谢谢大家 对我们的大鹏部长是充满的感激 再感激 尤其是在2016年刚开始执政的时候 碰到了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们在国防部有一个 比如到望重 而且受人喜欢的部长 对当时的总统就是我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阻力 所以今天大鹏部长叫我来 没有第二句话 马上列入行程 一定要来 我们冯主委 其实他的从军的生涯 是非常的精彩 他可以说是百分之百 把自己奉献给国家 我们在军事的改革 国防改革上面 真的我们非常感谢 这个冯事官部长的相陪 那不论是国防自主 那或者是我们的年金改革 尤其年金改革 我们前任两位部长都很辛苦 但是我相信在改革之后 我们年金改革的财务更稳定 而且让我们的弟兄 能够得到最大的保障 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改革 我们弟兄姐妹的军府 还有他们的住宿 尤其是我们的新安专案 我们的新安专案 到现在已经执行了一百多案 那我相信 彭主委每次去看的时候 他也都是心情蛮好的 那彭主委在退府会的任内 把每一个冯民 都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家人 对于就是说 现在在照顾中的冯民 他也创新的思维 把冯家跟各个冯院 都建立有效的远距医疗照顾 这样我们的长辈们 就不需要奔波矛盾了 彭主委在这个时候 发表他的新书是一定要来 一方面我要告诉他 是这么一个人性化的部长 同时他也是勇敢面对困难 面对挑战 面对改革的一个部长 我相信这本书 大家如果有机会看一下的话 一定可以了解我们国防自主发展的历程 我也希望由这本书给我们的启发 大家共同来重视国家安全 为我们国家的未来来打拼 谢谢 谢谢大家 我想时代的进步往往需要 有人在关键的时刻愿意站出来 苏贞昌前院长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扛起压力 让台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过去8年 苏贞院长从2019年到2023年担任 1478天的行政院长 横跨我两任的总统任期 我还记得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 苏贞院长和当时的陈其迈副院长 就已经率四劫之先展开防疫的第一副 疫情来得又快又急 但在行政团队竭尽心力之下 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也让台湾挺过的百年大意 我也记得在同婚专法表决的前一天 同时也是国际不在孔同日的前一天 苏贞院长在行政院协调汇报上呼吁立委 在台湾民主历史性的时刻 投下关键的一票 而在投票通过以后 苏贞院长也亲自录制影片 持续向社会沟通 因为秉持自由 人权的架势 我们让台湾成为一个更进步 更包容 也更令我们骄傲的国家 让我们骄傲的 还有每一项无国立民的政策 像是斑斑有冷气 生生用平板 还有偏乡学校中央午餐厨房的计划 让学生不分城乡 都有更舒适的学习环境 此外 像是我们完成双北共赢翡翠水的最后一里路 以及启用版新2.4万立方公尺清水池 这些建设都是苏贞院长在台北县长任内就开始推动的相关计划 我们看到苏贞院长用他的元件以及带领行政团队的执行力 合作无坚 全力以赴 完成的一项又一项国家的大型建设 我要谢谢苏贞院长和他所带领的团队 在台湾关键的时刻 在台湾充满挑战的时刻 愿意奉献自我 集结政府和民间的力量 为国家的发展奠定基础 让台湾的民生 经济和福利 都能够加速的进步 迈向一个更好的台湾 我相信在这一条共同打拼的路上 不仅充满了光辉的足迹 也为我们的下一代打下了骄傲前行的根基 谢谢大家 历任的民选总统们 感谢你们把台湾价值一步一步传承下去 我的记者生涯横跨了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蔡英文等四位总统的任期 接着要面临赖清德的新人新政 我和他们一起走过台湾民主化的重要历程 从李登辉推动民主改革 到陈水扁完成政党轮替 再到马英九的两岸交流 以及蔡英文力推改革 赖清德将带领台湾一步步走向 更加民主自由的社会 我功逢其胜 我经历过新闻自由的考验 在威权时期 我们禁若寒蝉 在民主化之后 我们自由的发声 赖清德时代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 小军超文plus 520特别报道 我所认识的台湾总统们 历任总统的台上台下 我有第一手秘新 敬请准时收看 快山坊 快木沐浴憨顺母亲接离合 让妈妈好好地休息 台湾原生快木精油 净化空气忘却疲惫 滴露快木球放置居家环境保持香氛 快准沐浴露洗法露 打造沐浴后的一夜好眠 快木香芬灶 天然宝石 合乎妈妈为家付出 历经辛劳的双手 献上一份最好的礼物 最好了 Ros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